在内地星河的同学 大概有一半是在广东省内的 而有两成大概会在福建省 而其他各省的分部是非常零省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包机的方式 其实可能未必是最方便同学 可以直接去到他所需要的地点 而包车那里我们都是会视乎 那个人数和那个关口 就是不同的关口 它可以承受那个容纳而去决定的 华人请 华人士 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 吴正书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 协助香港学生赴内地入读高校的便利措施 包括广东省将香港学生 纳入粤港澳陆路口岸 人文关怀通道 增加香港学生获得前往深圳或珠海 名额的机会 并会调动隔离酒店一起配合 另外也会增加来往香港和内地各城市的 载客航班 并允许香港学生优先订票 好 更多内容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 有鉴于疫情之下 大批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受阻 香港教育局公布将通过增加学生过境检疫配额 优先订购机票等便利措施 协助学生尽快入境内地升学 香港教育局最新统计的资料显示 目前有18000名学生会在2022-23学年到内地升度高校 但目前仍有部分学生未能获得入境领额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连在23号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相关地方政府寻求帮助后 得到积极回应 国务院港澳办将成立工作组 联通教育部等重要部门以及地方政府 专责处理本次的便利安排 新阶段首先会通过增加入境检疫配额 增加寒满等措施 多管齐下解决学生燃眉之急 广东省当局已经将香港学生 纳入与港澳陆路口岸人民关怀通道 增加香港学生获得前往深圳或者珠海名额的机会 也会调动隔离酒店配合 此外经中央政府积极协调 开办来往香港和内地各城市的载客航班 将会增加 并容许香港学生优先订票 以疏度需要乘搭飞机前往内地有关城市升学的香港学生 此外香港正与澳门商讨 如有必要也可以让香港学生进澳门隔离 再由拱北关口或进澳门机场前往内地 加快出导学生北上开学的需要 教育局预料这些安排可以有效照顾 大部分你前往内地各出就学学生的需要 而如有少数同学未能及时到期就读的院校报道 在国家教育部的协调下 内地院校会采取灵活措施 保留学生入学资格 以及做出网上学习安排 蔡如连表示 学生要在26号前填写电子表格 政府会在整理后送到内地学校核实 以电邮通知学生 不过她提醒通知期会非常短 呼吁学生要有随时出发的准备 而政府最迟会在出发前一天发通知 针对有媒体询问是否考虑包机包车 蔡如连表示 估计在内地升学港人学生 有一半在广东省上学 两成在福建省 其他则分布广泛 因此包机让他们前往内地并非最方便做法 至于是否会包车供学生过境 她表示要视乎人口和关口承受能力 另外有媒体提出是否会将错失常态化 蔡如连回应 由于疫情下过境名额需求殷切 这次是特出安排 暂时未有计划变成横上做法 同时呼吁学生在入境后 如非必要 避免在国境增加关口压力 凤好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距离九月开学不到十天 大量需要前往内地读书的香港学生 由于内地健康驿站难以预约 机票贵 至今仍然无法回到内地隔离 香港公联会在周一和周二 安排了特别津巴班次 送80名学生到内地检疫 疫情之下 大批香港学生赴内地深读大学受阻 香港公联会在周一周二 安排特别津巴班次 送80名学生到内地检疫 而针对香港教育局公布 增加学生过境检疫配额 优先订购机票等用力措施 香港公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表示 现在离开学不到十天时间 如果政府8月初推出措施 会更适宜 教育局宣布的新措施 当然是有一定的帮助 比如他将我们的同学 纳入去人民关怀通道 另外也都协助他们优先扣票 赶开学 这个都是一个适当的做法 但是问题就是赶开学 就是说其实本身迟了 如果能够早些安排的话 同学仔就不用那么紧张 因为很多同学仔和我们反映 过去过几两个礼拜 他们朝朝很早就要起床去遥号 遥到当然好 遥不到其实心情很影响 港珠大桥是连接香港大雨山 内地珠海以及澳门的大型跨海通道 那从这里出发呢 只需要大约40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抵达内地的城市珠海 那在我身后的这批学生呢 他们正在等待自己的核酸检测 那稍后大约在6点左右呢 他们就会从这里启程 前往内地的珠海进行隔离 准备前往济南大学就读广告学专业的学生表示 学校已通知他们可经网上注册开学 但她还是想按时抵达学校 提前了解校园环境和老师同学 应该来个礼拜都有 其实抽不到 我妈去楼下那些区议员 去问区议员 然后拿到这个清动的电话号码 然后就问了才知道 如果不是其实是不知道的 想提前整好一些东西 大学生活都是要 身份都是要体验一下的 因为尽快融入 向外特区政府宣布 未能按时报道的学生 在国家教育局的协调下 内地院校将采取灵活措施 保留学生的入学资格 以及做出网上学习安排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认为 香港教育局应主动出击进行解释 教育主动出击 协助这些学生和他的院校相讨 可不可以延迟注册 或者在他检疫隔离的期间 不计算缺席 令到他们不会错失一个升学 或者日后影响成绩的一个情况 方卫士 吴星纯 香港报道 好 我们来关注 即将踏入九月的开学季 不少副内地升学的香港学生 因为未能抽中内地的健康驿站 或者其他交通问题 到现在还滞留香港 无法回内地隔离 那工联会和港珠澳大桥 穿梭巴士 京巴经商讨之后 在昨天和今天 特别为抽中驿站名额的 香港学生 预留40个名额 以便他们乘坐京巴 经港珠澳大桥前往内地 好 相关话题在节目当中 也为您邀请到香港立法会议员 工联会成员 梁子颖先生点评分析 梁先生您好 谢谢您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样的契机 令工联会会与内地机构合作 帮助香港学生入境内地求学 因为本身我自己从事过教师职业 在50年前我有一个学生 很早就到内地读书 今年我当选了立法会议员之后 这一班学生 有一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新学会 我也给他们提供了意见 政府方面去沟通 包括跟政府方面去沟通 去了解实际的情况 就着这一次的机会 我也帮香港的学生 回内地的情况 有了一个更好的处理 明白 这是因为过去 您当老师的经历 令您对很多学生 现在的困境是感同身受 但现在距离开学越来越近了 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学生 滞留香港还没有办法 回内地隔离 据您的了解 目前还有多少学生 等待北上 现在你们是为大家 争取到40个名额 接下来这个名额 会不会继续加大 在昨天和今天 都各有40名学生 传达金巴 主要是透过 工联会旗下的一个慈善机构 跟金巴的相关部门 去进行沟通 给一些摇到号的学生 有机会 传达巴士 并帮助他们协调相关工作 最主要的问题是还是在摇号方面 目前只有2000个名额 而这些学生跟普通市民的摇号的机会是一样的 而这一批学生 相对来叫更有迫切心 在这样紧逼的时间之内 家长也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工联会也希望能够帮上忙 同时我们也希望金巴能够预设名额给我们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名额安排 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也要再跟金巴方面进一步的去沟通 让学生他们都可以有这个交通安排 让学生有更好的交通安排 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交通问题之外 您刚刚说这个摇号问题是一个头等大难题 我们看到特区政府今天也公布系列措施 帮助香港学生入境内地上学 包括将港生纳入粤港澳陆路口岸的人门关怀通道 这样就可以增加港生前往深圳或珠海的名额 那请问接下来从工联会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政府还应该做什么来帮助滞留香港的学生 回内地上学 以及工联会是否会采取进步的措施 来协助学生被上求学 香港特区政府来到今天 才有一个网上平台去收集学生的资料 但其实在更早的时间 在本周初 工联会和新学会已经合作了一个网上的平台 我们收集了一些资料 可惜政府说他们并不需要这些资料 但这个平台开通了之后 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手去投入 来处理这些资料 包括安排人手直接联络到学生 如果有更有急迫性的学生 希望更快地来帮助他们 安排他们 有一些飞机 或者经过港州澳回到内地 这些都需要特别的人手去联系学生 我们也有设立平台 这也需要更多的公务员去帮忙统筹 以加快相关工作的流程 尽量来做到更好 帮助学生尽早地回到内地上学 明白 我们看到除了像工联会这样的政党发力之外 您刚刚所讲述的也让我们知道 其实香港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改进的空间 我们再来聊聊 其实新学年升读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人数 是不断地创新高 目前有超过7000人 作为曾经认知过中学老师的您 您怎么看待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 选择赴内地求学这样的趋势 未来香港学生赴内地名项的门槛 会不会越来越高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呢 有一些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跟2019年的修例事件有关 再加上香港控制疫情的能力没有太好 很多大学都是用网课的形式 还没有能够正式地恢复线下上课 学生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都会考虑到回内地升学 这当中也有很多考虑的情况 香港的学生每年要交的学费 大概需要4万块钱 部分甚至会高达10万元 如果回到内地的话 学费大概是8000到1万 较为低廉的学费 对于香港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 是有帮助的 也非常的吸引 另外学生也希望加入学校的住宿计划 但是在香港上学 每四年的学年 可能只有一年可以入住宿舍 而宿舍的价格也相对较为便宜 大概4000块钱一年 大学生能够参与住宿的生活 来享受大学的生活 更多的交流 他们会觉得回到内地的话 那边上学的环境会更加有利 第三个是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发展 飞速发展 加上前海的飞速发展 很多学生已经意识到 在内地毕业之后的发展 也会有不错的出路 在香港方面 相对来说机会会更少 所以相关学生也会更加希望 回到内地来上学 而内地的学科选择 也会相对来讲更加丰富 而内地也有一些比较知名的高校 提供学生去选择 而我所知道的新学会的学生 也有在大力的宣传 推广内地的读书资源 跟生活情况 也相对来讲吸引到了一些学生 去考虑到内地升学 这些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香港立法会 工联会成员梁子颖先生 来到节目为我们做的点评分析 谢谢您 我们再来看到 新届香港特区政府重视青年人发展 明镇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 政府年底前推出首份青年发展蓝图 会设计七个范畴 包括培养主人翁易士 回应学业 创业 旧业及智业 四业问题 他就表示蓝图将会为年轻人搭建平台 增加参加社会服务的机会 推动青年发展是政府的市政重点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基因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特别对香港青年表示关心 指出青年心则香港心 明镇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推出首份青年发展蓝图 涉及就业 创业及置业等其他范畴 同时会增加青年的主人翁易士 怎样可以做到呢 我们考虑构建一些平台或渠道 令到年轻人可以表达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意见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别于好像以往大家一起想 就是我们做青年工作 就是要提供一些服务给青年人 我们今次就是希望可以构建一些渠道 让年轻人可以参与一些服务 让他们可以服务的社会 因为其实年轻人都是一些 就是我们香港年轻人都是很有素质的年轻人 他们是可以贡献他们的力量 一起去建设这个社会 出任明镇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后 麦美娟频频到访社区 与不同的青年交流 他强调在制定蓝图的过程中 聆听是最重要 透过一些小组的讨论形式 去见过一些青年的初创 参与青年初创的朋友 我们问他们 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年轻人创业大家都会想 最大的面对问题就是资金 但是原来他们不单止是资金 其实原来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制网络 麦美娟希望透过与青年交流 将收集到的意见加以整理 推出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他们 麦美娟提到 年底发表的青年发展蓝图 并非最终的版本 之后会因应社会的发展情况 不断地更新蓝图的内容 凤凰卫视陈景彦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新政长官李家超 目前正和团队制定全面的青年发展蓝图 有在香港发展的本地及外国青年 面临不同的工作及生活难题 他们对于政府推动青年向上流动 有哪些建议和看法 来看我们的报道 人才就是我们一定会抢的 青年人是他的发展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有青年发展蓝图 也都有在他们的学业就业创业 和智业方面 我们都是会关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即将发表人类首份施政报告 青年发展是当中的一项重点内容 中学起就到英国读书的香港青年邓贝仪 硕士毕业后留英工作两年 之后会留回香港发展 目前在科学园的一间能源公司 从事IT工作 我开头听过 开头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发展IT在香港没什么机会 然后人工很低 还有没什么公司是真的很在乎IT 但是今次回到香港之后 发现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很多机会的 然而跟他一起来港发展 本身是英国人的丈夫 却没有这么幸运 在英国从事戏剧的他 在择业道路上 面临行业生存空间狭小 语言不通等多个障碍 我很幸运 找到自己的机会 作词 师傅 作词 师傅 作词 师傅 but I was unemployed for like nearly half a year 6 months 6 months so it's quite difficult yeah it was quite challenging unfortunately I can't speak Cantonese or Mandarin that would be really helpful to learn these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e more because yeah obviously English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but over here I think it would be even more handy for me to learn Cantonese 过去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很重视这一块的人材 我觉得我们要成立不同的基金去支持 因为我就算内地也好各方面都好 他们对一些文化产业是有很大力的支持的 只要是一些项目他们给予资金的支持 而香港除了电影业是有一些的基金支持之外 其他的文化产业其实是很少去支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重要讲话中强调 青年心则香港心 而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也期望透过政策 帮助青年向上流动 而在全球各地都在抢人才的大背景下 香港的人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欠缺 香港理法会议院杨永杰也认同 抢人才的关键是要想封设法留住人才 目前在香港的内地人才 很多都是透过优彩火专彩计划来讲 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30岁或以上 因此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建议特区政府 要在子女教育配偶工作等多方面 给予他们优惠政策 以吸引人才真正的安加香港 富豪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好 下节目来继续关注 台湾民众遭诈骗附柬埔寨 被虐待事件的最新进展 一会见 欢迎回来 针对日本自民党议员 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 古屋贵司近日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华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发言人表示 古屋贵司不顾中方严阵交涉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向台独分裂式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日本政府放任其政治操弄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种背信弃义包藏祸心的行径 注定以失败告终 根本无法阻挡中国实现 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和迄今承诺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滋事 不得在台海滩浑水谋私利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香港律师会今天举行周年大会 改选六名理事 七人报名参与禁竹 香港律师会副会长汤文龙就表示 理事禁竹应当出自专业务实的角度 不应当与政治挂钩 香港律师会今年改选六名理事 共有七人报名 包括以上届会长身份留任理事 今年正式参选的彭运熙 争取连任理事的政委帮 法律专业协进会会长曹少基 以及往年被称为开明派 处理过多宗难民与人权案件的地理脉 其余的三名参选人士 曾显衡 侯柏申 马康利 过去数年 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 分成所谓专业派以及开明派对垒 以往两大阵营动员拉票 争夺授权票等动作 今年也不再高调 对此 香港律师会副会长汤文龙 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 香港如今已经进入政治新秩序 而香港律师会作为一个专业协会 理事的角逐应当出自专业务实的角度 不应受到外界过多关注与政治挂钩 由于110年历史的香港律师会 有超过1万名会员 理事会由20名理事组成 律师会会长以及副会长 每年由理事会选出 凤凰卫视 崔可军 香港报道 好 更多有关香港律师会改选的消息 立刻连线正在香港会展中心 现场采访的记者崔可军 可军您好 有关这次改选 目前有哪些最新消息 好的 晚上好 杨叔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在我身后的会议厅 现在正在进行香港律师会的 理事改选的投票 投票大概是在今天晚上6点15分左右开始 结果会在10点之后就会公布 现在投票依然是在进行中 香港律师会是香港一个代表律师的专业团体 另外还有香港大律师工会 他们都是专业组织 是获得特区政府的授权来监管业内的人士 那他们是有权利来传照被指 被指违规的律师或者是大律师来出席 激励灵性 灵性也是可以有权利来取消他们的职业资格 那么香港律师会是一共有20名的理事 其中是包括了一名会长 以及是三名的副会长 那么每年都会对其中几名最资深的理事来进行改选 那今年改选是有六个席位 一共有七人是报名参加 那过往数年这个改选会分为两大派别 一个是开明派以及另外一个是专业派 那开明派就是一些比较积极 会在一些实证的话题上进行表态 那么专业派是相对于会更聚焦于专业的法律事务 那么在进行理事改选之后 香港律师会也是会紧接着来进行会长 以及是一名副会长的选举 所以本次理事改选的结果 是会直接的来牵动到香港律师会会长的一个选举结果 那么在今天这个投票环节 他们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投票 一种是来亲自来到我身后的会议厅来进行投票 那另外也可以通过邮寄或者是授权的方式来进行投票 那今天晚上十点之后结果公布之后呢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呢 他们的会长也会出来进行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 那我们到时候再继续为您关注 以上是我在香港会展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先将现场交换给杨淑 好的 非常谢谢可君 来自香港会展中心的连线报道 谢谢 香港保安局今天再接获一名港人求助 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 而至今港人求助个案已经累计上升到38宗 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哲孝叶23号表示 17人已经确认安全 当中12人回港 仍有21人被困 目前仍有11人身处缅甸 还有10人在柬埔寨 而至今收到的38个求助个案当中 其中一宗涉及网上情缘 室主与所谓的女朋友网恋一年 期间对方不断向室主借钱 其后还邀请室主到泰国游玩 卓孝叶透露 这名市主目前已经安全返回香港 台湾旅船民众遭诈骗赴柬埔寨 被虐待事件 警方近日破获人口贩运集团 涉嫌诈骗台湾人到泰国或柬埔寨 受害者出境前被集中安置在酒店 不少人是在警方登门查集 才知道自己上到手片 人口贩运集团成员张姓女子 带着受害者去办证件 遭警方上号逮捕 警方即时拦下即将被带离台湾的受害者 进而发现 集团将受骗民众集中在酒店管理监控 直到警方上门才知道自己落入陷阱 台湾近期旅船不法分子 以高额薪资手段诱骗民众赴柬埔寨事件 屏东县一名男子到柬埔寨后 一度失联 家属怀疑男子遭到监控 曾经守救出多名受害者的 柬埔寨台上表示 事件延烧增加救援难度 你一定要透过一个第三方 然后去接触到里面之后 才能谈好一个对价的金额 然后才把它也带出来 在几年前的话 可能三千五千人民币就够了 但是现在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变热收了 所以相对的这个价位你知道吗 就水涨船高 柬埔寨台商表示 救援赎金已飙升到两万元美金 且还不见得能顺利回台 台湾方面统计 已救回至少72名受害者 但仍有300多名台人受困柬埔寨 凤凰卫视 南京都科志强 台北报道 台湾地方县市长选举将于年底举行 志在连任的国民党籍宜兰县县长林姿妙 今天突遭宜兰地检署 以贪污罪起诉 他就痛批民进党 试图利用司法影响选情 对他进行政治迫害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 只剩下不到100天 宜兰县地检署突然宣布 要以贪污罪起诉 现任国民党籍的宜兰县长林姿妙 掀起政坛波澜 这不是宜兰地检署首次指控林姿妙设摊 今年1月宜兰地检署无预警搜索林姿妙的住处 并向法院申请羁押林姿妙 但遭法官以没有必要为由拒绝 2月宜兰地检署再次扣押林姿妙 搜索他的住处和办公地点 法官裁定林姿妙以80万台币交保 8月宜兰地检署三度发动攻势 林姿妙痛批 这是民进党操控的政治追杀与抹黑 林姿妙强调自己绝对没有违法 对于司法轮回政治打手 让他感到十分痛心 国民党方面也发出声明 强调尊重司法 但也呼吁司法 不要成为民进党选举的工具 凤凰卫视 王家腾科技强 台北报道 欢迎回来 台湾新冠确诊个案数连续11周下降之后 今天再度反弹 当天新增26,095例本土个案 并有16人死亡 此外 台湾教育部公布新学期防疫新举措 规定一旦班上出现了确诊个案 同班师生 只要快筛阴性就可上课 不需要全班停课 有家长则认为 新制度过于宽松 担心病毒会在校园死亡 台湾疫情23号 新增26,095例本土个案 287例境外移入 以及16人死亡 受到奥密克戎新型变异株影响 台湾确诊个案 连续11周下降的趋势中断 确诊数开始反弹 疫情出现升温景序 本土病例的部分 规定从9月12号开始 班上有确诊者不需全班停课三天 同班师生只要快筛阴性即可正常上课 但部分家长忧心 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 新停课制度会导致潜在风险增加 家长如果对这个有疑虑 仍然还是可以请防疫假 疫情一定会持续的一个进行 那我们要让这整个 事实上 以前是做比较严格的 清零的一个动作 主要是当时 没有疫苗 现在我们有了疫苗 而且也有了这个相关的这个 知道怎么去做防护的话 那如何去早期的一个诊断 那我们是希望说 从12号开始 那针对这个新措施 可以这个学校校方 家长老师一起来配合 指挥中心表示 开学后 学生能在校园内接种疫苗 期盼在停课新制上路之前 能提升疫苗覆盖率 强化每个班级的防护力 凤凰卫视彭氏庭科正强 台北报道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23号零点 香港新增6654宗 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相较前一天 上升大约0.56% 新增的6654宗 确诊个案当中 6410宗为本地感染 另外香港再多10名感染者离世 去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香港新增665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相较于前一日上升约0.56% 新增的6654宗确诊个案中 6410宗为本地感染个案 单日新增本地确诊个案 较一周前上升约31.1% 新增的本地确诊个案中 2192宗维京核酸检测确诊的个案 4218宗维京核酸检测 核实的快速测诊阳性承报个案 另外香港再多10名感染者离世 香港自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 共有9407人离世 另外自香港实施海外或台湾 经机场低杠人士的酒店检疫期 由7天缩短至3天以来 再有55名低杠人士 在完成3天酒店检疫后 在进行4天居家医学监查期间确诊 占输个案的约22.5% 另外香港医管局宣布 由于目前入院病人持续增加 医管局于23号启动第三阶段 病床调动计划 由于疫情现在都是持续严峻 我们现在留意确诊的病人 已经超过2100人 而需要入院治疗的确诊病人 也都越来越多 医管局今天已经启动 第三阶段病床调动计划 我们会在不同的医院 加上北大鱼山医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和昨晚重新启用的 阿博管新冠治疗中心 预留2500至5000张的病床 去接收确诊的病人 另外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香港新增141宗 由学校存报的阳性个案 共设计108名学生 及33名教职员 另外 当局表示 变异病毒株个案有上升趋势 其中B1.2.1 2.1个案 占整体9% B1.4或B1.5 就占37.1% 空花温室 鲁锡温 香港报道 中央气象台 今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重庆 四川 湖南等地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可达40摄氏度以上 而重庆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 达到了45摄氏度 预计本月底 四川东部 重庆等地的高温 才会有所缓解 而为了缓解电荒 本周一和周二晚间 外滩等著名地点的景观灯暂停开放 除了主干道上的车辆以及必要照明 原本应当灯火璀璨的黄埔江沿岸外滩 北外滩和小鹿家嘴地区 都已经关闭了景观照明 这里就是亚洲第一高楼上海中心的118层 那么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那么原本在太阳落山之后 可以看见上海市的万家灯火 但现在这样的景观灯是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 今年的7月份和8月前两个礼拜 上海市的城乡居民用电 是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用电水平的40% 因此8月22号和23号 上海市的陆家嘴外滩这些景观灯就暂停开放 有游客特意来到上海中心顶层拍照 记录下这样的时刻 当然像汉情蛮严重的 我觉得国家现在也是为民情考虑 所以说节能节圆 这个非常好 根据2022年上海市迎风度下有序用电方案 如果发生电力供应缺口大约600万千瓦时 采用商业用户避风 关停城市景观灯光 以及户外广告 临时用电用户停止户外施工等一系列措施 有学者认为 全国范围内出现电力短缺 和煤炭价格过高有关 今年入夏以来 上海的用电负荷处在历史高位 浙江江苏等地也执行了有序用电方案 包括要求企业调整生产作业时间 错峰用电等等 富豪卫视高岳家 葛静上海报道 重庆湖南等地近期高温天气持续 为了确保电力供应和安全有序 相关部门采取了多项节能措施 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用电 据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数据显示 重庆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历史截值 空调降温负荷需求快速攀升并持续高位 为确保电力安全有序供应 重庆市部分商场的营业时间从22号开始 调整为每日16点至21点 此外 重庆主城多个区从21号开始 每晚8点后关闭景观灯室 在湖南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汗情 为此 电力部门及时开辟抗旱用电绿色通道 对抽水机部增设临时变压器 组织人员对抽水机部及线路进行巡查检修 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电 在夏季用电高峰来临前 湖南省的26项保供电重点项目全部建成投运 湖南还积极争取外电支持 最大限度保证湖南供电稳定 在韶山环流站 来自甘肃的清洁能源不断流入湖南 近两个月 韶山环流站已累计向湖南输送电量60.1亿千瓦时 凤回是综合报道 23号上午10点36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周一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将中科院创新16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目前已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中科院创新16号卫星将主要被用于科学实验和新技术验证等领域 这次发射也是快周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 下节目来关注财经 我见 欢迎回来 2022福贸会将在本月底举办 中国商务部23号介绍相关情况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就表示 今年的福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对外开放重要展会平台作用 更加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 绿色发展数字化进程等前沿领域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福贸会创办10年来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之一 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盛秋平还说 今年福贸会将聚焦前沿 促进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知识密集性服务贸易发展 今年更加突出双碳主题 新设环境服务展体展 全面展示生态环保 绿色节能技术 新应用 更加突出数字科技新元素 在电信服务展体中设置了元宇宙体验馆 另外还继续设置金融服务 教育服务 健康卫生服务 供应链及商务服务等专题展 都将充分展示各类新技术 新成果 新业态 新模式 今年福贸会在北京举办 继续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呈现 北京市副市长杨进博公布了今年的主题 为服务合作促发展绿色创新营未来 而围绕主题还设置了六类活动 其中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31号晚举办 将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 外国政要 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线上或线下出席发言 谈到今年服务会的特点 杨进博表示 展会规模及各方参与度都有进一步扩大 2022年服务贸会增加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作为我们的展览场地 展览面积和线下参展的企业数超过了上届 展区面积较上届增加了2.6万平方米 年度主题专区规模扩大了一倍 达到了2万平方米 截止到8月22号 除国别、省区市场外 有线下参展的企业 1407家 比去年上届增加了13.8% 杨进博还说 本届服务会将会有超过400家的 世界500强以及国际龙头企业 线下参展 整体国际化率达到了20.8% 比上一届提升了近3个百分点 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 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凤凰卫视杨夕叶博健北京报道 越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 一起直达大湾区 广东省百城牵涉 万企猪就业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 共有3000多家社会组织及企业 提供超过上万个岗位 省政府发言人指出 专项行动连接上万家企业佣人单位 为高校毕业生及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等群体 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实现就业与引财的双赢 广东省证数局表示 岳商通设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上线三年来 已实现2873项设企服务职舰办 总业务办理量超2514万件 近期岳商通将接入金融机构续带 展期还款计划调整等业务 持续服务月貌全球 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引导促成大型企业产品 和服务采购计划 民间资本项目推介等活动 港澳律师深圳职业服务中心 日前揭牌启用 首批21名再生职业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 获颁发职业证 该中心成立后 将专门负责港澳律师 前海职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根据港澳律师挑选律所 和深圳律所用人的需求 居中为双方提供双向推荐 沟通和对接服务 为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澳门九澳隧道南北两侧 出入口新增8套定点测速系统 及两套区间测速系统 同时 清贸口岸易增设限时通行侦测系统 以避免违规占用有限资源 两处地点的电子执法系统 将于24日上午10时起 正式投入运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文 节目最后凤凰记者带您去看看 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 我是尚书 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 健康平安 再会 我们还是要先为 昨天一两位英勇殉职的 我们的同仁 先莫爱一分钟 台南市两名远警奉命追查 失去的机车案 在盘查临性嫌犯时 对方突然凶性大发 持刀疯狂砍杀 支援警力到场后 受害的两名远警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警方循现追查 锁定灵性嫌犯下落 在他逃亡的路线 守株待兔一举情获 第五届禁博会将于 2022年11月5日至10日 在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这次展会 除了设立食品及农产品 汽车 基础装备 消费品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服务贸易六大展示区外 还设有乳制品 农产品等专区 展商在来之前已经提名了 有很多他们希望见到的采购商 那么我们会到现场 给他提供更好更优的服务 促进他们展商和采购商的精准对接 新届巴西总统大选 进竞选活动阶段 前总统路拉则在圣保罗市 召开国际记者会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 路拉谈到巴西与中国之间的 双边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